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商品也一定在水准之上吧 咦 这里还有一匹马 这里有很多的刺绣贴和徽章 像是花草 还有青丑的款式都很可爱 这里还提供很多的印章可以试盖 各位的小本本是准备好了吗 这边有各种字体的水晶印章 感觉很好用诶 那有了水晶印章当然少不了盖台还有印尼咯 这种旋转式的橡皮擦 使用起来算是蛮方便的 满满的纸脚带看起来就是疗愈到不行啊 满满的纸脚带看起来就是疗愈到不行啊 这种金顶用古典的封面设计 应该是有不少人会想入手这样子的笔记本吧 我想 北岛文址的选品啊 不管是笔记本笔还是贴纸等等的 种类其实蛮多 而且他们连放笔的笔筒都很可爱 来看一下这个充满一国风情的面条纸 它是不是很欠买 看看它标题只要你喜欢 我们看到北岛文址的重点特色就是这些纸品 比方像是美农址 海月轩还是马指等等 他们是把每一种纸张的介绍都做得很好 而且是有体重样子可以让你摸摸看 尘面也很整齐 选择也很不样化 所以一个不注意啊 你就会不小心想消费 这边一边订阅 你先不要太多只想要抹标题 点底达 然后再次插一点 在标题中也转开 点底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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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消费了 如果您很关心纸张材质的运用 那除了北岛纹纸之外 在台北也有一个好去处 那就是屏幕两行 OK 我们直接上二楼吧 这里有纸的材料室 印制中心 还有设计工作室 那我们一进门可以看到 非常吸睛的店家小招牌 还有各种丰富的纸类 过去这些不同材质的纸张 那部分是设计师和厂商之间的往来 我们一般人比较难接触到的 可是在这里呢 你可以看到 摸到 甚至是偷偷闻一下这些特别的纸品 小本子它看起来像便条纸 可是它一本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材质 纸扣门赶快翻起来或是收藏起来吧 在这里啊 玫瑰的纸材都放得很整齐 有规则 而且分类十分清楚 所以呢 可以先好好体会一下 你想买的纸材 再往下挑选 那记得动作要轻柔一点 好好呵护它们 而且这边呢 既然是有印发中心 这代表它们有提供相关的服务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不少设计师或是学生 在和店员讨论印刷的相关问题 有这么多纸品 来点小信封和小笔记本是完全做清除礼 我来看看这一个防水又防似的纸质包吧 这里还有贩卖一些自然风的小物 这不管是拍照还是要拿来装饰空间啊 都可以营造出独特的风格 这一次呢 再度在两间精彩又有质感的店家 如果想购买各种纸材或是美好文具的话 很值得到这里来逛一下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都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哦 文具店人生 我们下次见 拜拜